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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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梳果的时候我们尽可能选择一些透光率高一点 譬如这些生菜 柠檬 橙或者桔这些之类的 那我们为什么要用两只玻璃杯呢 就是因为我们要冻高它 再放胶片上去 放着它 为什么要放着它呢 就是因为当我们拍摄的时候 我们如果灯在上面打 我们拍摄的时候因为要很近距离 如果太近距离的话 自己的手和电话就可能会遮光了 那大家看到我今天会用这些迷你的灯 其实大家不需要买到这些 如果大家家里有都可以用的 如果没有呢 用另一部电话来做一个光源就可以了 那我们切的时候呢 尽可能就是打直切 这样才会见到那个纹理的 那这个奇果就要切薄一点 我们拍摄之前 记得在电话里面的设定 相机摄到最底 有一个Macro Control 记得按着它 那我们拍摄的时候呢 就用一个噴水壶 噴濕它一点 那有些水滴在上面呢 拍摄出来的效果就会漂亮一点 那我们拍摄的时候呢 就要调到0.5的镜头 那大家可以看到 好像贴到很近的去拍摄 那这样去拍摄的 对到那么近呢 因为有光源在下面透上来 那所以就会见到它的Testure 其实原来一个个都有Macro 其实原来一个个都有Macro 那我想漂亮一点 所以就用牙签去挑走它 就会看到它 就会看到它 在这里面的地方 那么多多的地方 就会看到它 就会看到它 那边的地方 就会看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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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嘗試換一隻吉仔來玩 我們拍攝時發覺奇異果的質感是最好的 我們拍攝時有一個對焦距離 大約是1cm 左右 想點焦距離的距離 大家看到剛才這樣玩是否很想馬上試試 除了剛才的方法 還可以去行山的時候 或者如果家裏有窗邊 可以利用太陽光 我們拿著物件再拍攝 又或者用另一部電話 像我剛才的設定 用另一部電話 穿電筒在下面都可以 剛才說行山的時候拍攝的 其實片頭片尾 我都會加插少許作品給大家看到 希望大家喜歡今次分享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 記得按like 訂閱 還有大大力按我們的鈴鐺 多謝支持有團火 拜拜 大家拍攝時切不同口道 出來的效果也會不一樣 拍攝完 還可以吃完它 好酸 拜拜